各位投资者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益政经营 我们今天继续聊聊黄金白银原油的价格走势 那么近期呢 美元出现一个大涨 就是说这个美元为什么会上涨呢 这里面我们简单去做一个分析 首先这个美元啊 它本身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 这个格局是不变的 所以它这一波上涨呢 从技术上 从这个盘整的区间里面 它是有这个反弹的需求 那美元上涨呢 我们从以下几个点 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个 避险 这个美元当下呢 依然是一个最好的避险品种 因为你现在各国的贸易啊 以及美元这个高息的特点呢 会使得大量的资金进入这个美元 所以我们也是反复强调啊 这个美元它跌不深啊 是在一个高位区间做一个震荡 因此它这个避险的本质是没有变的 而且还是目前主流的一个避险的品种 第二个就是俄乌冲突 俄乌冲突我们知道最近呢 这个乌克兰频频向这些敏感的地区 像什么核电站呢 发起一个进攻 这也会让人们去猜测啊 这个俄乌冲突是不是要升级啊 是吧 是不是会有更进一步的动作啊 所以也推升了这个避险的需求 第三点就是欧洲的一个危机 这个德国的通胀呢也是大幅的创新高 欧洲危机也就使得啊 其他货币不被重视 特别是欧元区的一个货币呢 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信心 从而转移到美元身上 第三点呢就是加息的预期啊 这个美联储呢9月21号就要加息 并且最近很多官员了 虽然说有时候缓和啊 但是加息这个条件是从来没有变过的 都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不管任何场合任何官员的讲话 都是支持继续加息的 所以加息预期之下呢 这个美元有上涨也是很正常的 三点就是担忧解除 前段时间在亚洲地区这个担忧的话 目前去看呢 基本上已经解除了 里根号也没来了 所以人们对于这个美元可能出现 重大事件的这种担忧解除 那么此时他就会继续的去买入这个美元 第五点就是技术上的一个反弹需求 这一点呢是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最后一点就是极端天气 极端天气啊 使得大家的一个经济状况呢 出现很明显的打击 所以这也是推升的美元啊 避险的一个需求 反正也会思考一个问题说 这个美元避险 为什么黄金它不避险呢 黄金因为前期已经涨了一波了 对吧 它已经有过一段避险的走势 而当前这个下跌呢 就说明这个黄金呢 它虽然有这个避险的品种 但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里面呢 它还用不到这个黄金 所以黄金受到这个美元上升的打压 出现一个下跌 我们看一下全球经济状况 第一点啊 美国企业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啊 将劳动力和供应链迁回美国国内 那么这个新闻呢 我们认为不必过分的解读啊 因为进进出出是很正常的 有调查显示呢 仅3%的企业界人士认为啊 美国18个月内不会衰退 所以呢 企业家也普遍认为啊 这个美国经济的衰退呢 不可避免 有97%的人啊 是认为18个月之内啊 美国是会衰退的 第三点啊 伊核协议再传喜讯 也就是说明这个伊朗有所退让 那么伊核协议一旦达成 最大的影响是谁 是原油 伊朗呢 7月份的原油产量是255万桶每日 制裁前 伊朗原油产量为380万桶每日 如果说伊核协议落地 产量将会增加125万桶的空间 那这一个消息的话 直接会对原油啊 产生一波打压 我们看到上周五了 原油也出现一个下跌 但是 这只是一个心理预期 真的落地以后 要看后续啊 伊朗的一个情况 而目前呢 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啊 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所以这个消息的打压 并不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影响事件 只是一个短期的影响事件 而目前呢 原油整体的一个上升趋势啊 它的格局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所以这个消息 我们认为只是一个回调 反而是给我们一个布局 多单的一个机会 第四点 英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大罢工 或对英国乃至全球贸易 和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 那这个罢工呢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频频的发生 所以我们认为这种罢工的日后还会产生 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地区经济的一个衰退 所以未来啊 这个美元也好 黄金也好 原油也好 这三个点都会成为市场反反复复追逐的对象 那可能说你涨完到我涨 你跌完再到我跌 反反复互相之间做一个交替 那整体的一个格局呢 我们认为他们三个还是有非常非常强的市场需求的 第五点 俄互相指责对方啊 周五将在这个核电站进行挑衅 那么这一点呢 刚才我们也讲了 这是不断的触碰一些敏感地区 是一种有可能升级冲突的信号 所以市场的一个避险呢 也在逐渐的增加 因此这个黄金我们曾经讲了 它下跌的空间我们认为并不会很大 也就是说破了1700以后啊 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支撑平台 前期所跌的这个低点呢 再破或者有效破位的概率并不是很高 另外呢就是欧洲的天然气啊 在今天突破了3000美元的大关 所以可以看到呢 能源价格不断往上 这对原油而言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支撑点 第六 根据瑞士联邦海关组署称 作为全球最大的黄金买家之一啊 中国7月份从瑞士进口了80多吨的黄金 为2016年以来的最多 可以看到中国啊在不断的去购买这个黄金 所以世界的对于黄金的需求啊 其实都没有发生改变啊 只是黄金呢 它前期涨的太高啊 当前是有一个盘整的需求 这就是一个基本面的情况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啊 基本面的情况 下面我们看一下 技术分析 如果说大家在投资黄金 原油 白银的过程中啊 很迷茫 有很多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关注益政经营 关注益政经营 黄金 白银原油投资 不迷路 下面呢 我们进行技术分析的一个讲解 我们主要运用K线法则去做一个解读 想要学习K线法则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美元啊 美元呢 在四小图里面呢 我们的看涨目标是多少呢 是108.96和108.72这个区间呢 是一个压力位啊 今天晚上如果说美元能涨到这个价格附近 建议大家黄金呢 可以去做多啊 因为这个黄这个美元呢 在这个价格附近呢 我们认为会有个回调 那下方支撑呢 是107.7和107.67 能够跌到这个位置啊 就表示美元会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反弹 那么此时你也可以去做空黄金 所以这个美元呢 我们是看一个区间震荡啊 可能这么走 这一个区间 到哪里 你就看哪个方向去做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的四小图 在四小图里面呢 黄金是一个典型的下跌趋势 所以呢 核心操作是以做空为主 那么空单呢 最强的支撑位是在 1707和1700这个价格区间 而当前呢 在1734附近呢 获得了一个支撑 所以我们认为呢 当前的黄金呢 会在1734形成一个反弹 反弹到1741 这个价格附近 然后再出现一个下跌 最终的结果呢 是这一周啊 很可能会去摸 1707和1700这个价格区间 而今天晚上呢 破这个1748的概率啊 并不是很高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黄金啊 当前可以做一个短多 我们再看一下白银啊 白银在四周图里面呢 依然是一个很明显的下跌趋势 所以不管黄金也好 白银也好 空头是你的核心操作方向 那么短线呢 是看一个反弹而已啊 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操作 所以你要控制仓位 那目前去看呢 白银呢 最大的压力位是在19.09 而下方比较大的一个支撑位呢 是在18.53和18.6这个价格区间 交易上呢 建议大家可以低吸高抛啊 跌到这个位置 你可以低吸 涨上去呢 你可以继续的高抛 在十五桶里面呢 这个白银呢 在18.85和18.84这个价格附近呢 有反弹的需求 所以短线上呢 而它的压力位是在19.07 所以白银呢 如果说跌到18.84附近呢 你可以做一个短多 然后反弹到这个19附近啊 你就可以去继续的做空 这就是一个15分图啊 大概走势的一个分析 而当前这个价格呢 白银是不上不下 建议大家观望为主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啊 近期的黄金也好 白银也好 原油也好 整体的走势啊 趋势啊 在技术分析上是非常明朗的 任何的多单都是清仓交易 任何的空头机会都是重点布局的机会 所以建议大家顺势而为 我们还是那句话 神仙难改趋势行情 所以啊 虽然是有提示做多 但是这个多单呢 你要严格的控制仓位 清仓去测试就可以了 除非产生明确的多头信号 明确这个多头反抗的状态出现了 你才能考虑去布局多单 而当前呢 以空头作为一个核心操作为主 好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沟通和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